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我是Jane 今天特斯拉大涨5.93% 收盘直接在这个重要的260的压力之上 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一下260可不可以变成这个支撑 盘后呢 还是在这个支上的 夜盘现在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在这里呢 交易量是比较弱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经济数据的话 今天是有小费能服务业的PMI 当然最重要的是盘前出现的这个OPEC 也就是石油这方面的这个会议 我们看到石油价格呢 今天有很大的一个动静 但是相对来说 消息面我们去这一周去比的话 周四比较少 周四比较少 因为周二已经有过 上一个月份的这个Jolt就业数据了 我们也看到对了 这个大盘呢 是有影响的 但是一转周三的这一边呢 对吧 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解读的方式了 经济有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强劲 就为市场降温 因为这个小费能出来的一些 这个报告里面的数据 所以减低了 这一个加息的降低了这个加息的预期 又是花街又开始走这一种坏消息 就是对市场好消息的这一种版本呢 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周四当然进入出口呢 是trade balance呢 也是重要一些数据 但是来这里呢 我相信主要的 主力这边有可能会看的就是盘前出来的 这一个jobless claims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这个可以延续一下周三的这个走势 但是其余的来说 明天是有两位美联储区域主席去发言的 一位就是master 另外的一位呢 就是这个daily 还有fed balance sheet 看一下美联储缩表的这个进展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经济数据方面呢 是在等周五 这个非农的数据呢 非常的重要 非农的就业数据 所以就看一下这个 出来的时候呢 是给出一份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这个我们明天做视频的时候 我们去啊 好的去讨论一下 顺便也看一下这个nick t 华尔街的记者呢 有没有提前的啊 放出一些消息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啊 经常有传闻这个非农提前被这一个泄露了一下 好 回到特斯拉的上面呢 啊 其实我们去决定一个move 一个这一个大的这种涨幅啊 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种持续性呢 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个交易量 有没有放量 平均交易量 特斯拉是 116million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29 所以1.29亿啊 这个股的这个交易量 所以比平均来说是大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放大一点 去看这一个 这个交易量 在这一边去比的话 好像跟前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啊 今天呢 有没有什么消息面 去加持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大的涨幅呢 这就是另外的一个疑点 因为今天是没有其实太大的一个消息面 啊 去解释为什么特斯拉在涨 但是我相信很多啊 这个啊 在关注特斯拉股票的啊 这些追求者呢 是应该是了解 离这个Cybertruck战车的发布会呢 非常的近 啊 然后我也在这个 早盘的复盘视频里面呢 是讨论过了 对吧 新出了一个Model Y 啊 后龙驱动的版本 RWD的这个版本 然后 内里的价格呢 非常的清明 才43000多 啊 这个呢 就可以对吧 就表示有一定的可能性 这一个 啊 这一个长续航的 这个这个long range的 这个Model Y呢 可能就 降价的一方面来说的话 啊 就可能暂时是没有了 所以感觉在这一方面呢 价格能稳定下来呢 对特斯拉的股价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 但是主要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见的 均线续集 我个人觉得嘛 今天是一个技术面上面的一个反应 同时呢 也是离这一个战车的 啊 发布会非常的近 所以来这里 而且在这里来说的话 财报也就两个星期 多一丢丢 就会啊 来到10月18号的这个 特斯拉的下一个季度 这个财报了 所以来到这里呢 有著多的catalyst的催化剂 所以来到这里 啊 如果看到这一个筹码 还是比较便宜的话 主力感觉就是提前的先去上手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直接是啊 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啊 啊 一阳是破了 我来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根线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move 来到这里呢 我们看到实体呢 已经在所有的均线之上了 五日均线的支撑 以及令现在的股价偏远了啊 五日均线的这一个支撑呢 在251.18 在日K来说的话 这就代表特斯拉走的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明天有没有这个continuation 继续信啊 近期来说的话 对吧 我就讨论之前的这一个缺口的点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运行的就是在这个点位 啊 260呢 是这个缺口的下方 然后263呢 是缺口的上方这里啊 今天是没有补齐的 今天高位就是在221左右啊 冲到的尾盘还在power hour的时候呢 是直接是进一步的在往上在冲的 如果这个区域能被拿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上一波的这一个278的这个高位 能不能再次的被收复了啊 那上一波呢 是因为这个Morgan Stanley啊 把这个目标价格从250呢 提高到了400给特斯拉 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去了 那么这里我感觉这一个还是一个顶位吗 我觉得这里还有点顶 一来说的话 就是这里的缺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二来就是这里MACD呢 是呈现这一种随时要这个金叉的啊 就是要取决于这个方向的一个点位啊 所以就看能不能金叉上去了 啊 另外一点呢 如果我们去看均线的这个理论呢 特别是长久期的均线啊 日线级别的蓝色的50均线和红色的这个200日均线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 之前的几期的复盘视频呢 我就有讨论 特斯拉在这里呢 要决定方向 因为就是看这根蓝色的50均线能不能拿下来 前面那一波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278附近呢 上面是站了几天的 但是没有站稳呢 就直接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孤岛的形态呢 就往下去跌了 来到这里比较害怕的就是 怕他走出一个肩膀头部肩膀 然后这里啊 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冲上去 所以要看能不能突破这个区域 去把下一个这个higher high给做出来啊 这里呢 确实有不少的催化剂去推动的 那为什么这一个位置 对于超长周期的这个特斯拉 是很大的一个顶位呢 月线级别的 之前我有讨论过 都是在MACD看能不能经查上去 但月K走的太慢了 我们去看周K的话 看这个周线的话 其实特斯拉的走势还是挺强的 比如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52赛基本上都是在之下的 所以在这里呢 走的就是比较是这种回调的行情 同时呢 它也是在这根蓝色的50周线之下的 所以在这里呢 行情就不是这么的好啊 通常是下行的一个行情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52赛呢 都是一个支撑 它通常在运行在上面的 所以这里相对来说呢 是这种上行的行情 上行的行情 所以有这种buy the dip的这种机会呢 都是挺不错的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回彩 因为我们可以去数嘛 这里呢 已经是从这个101的底部呢 对吧 是走出了两个higher low 而且如果我们去看higher high的话 这里也是有两个的 如果你走上行趋势的话 它就是走这种楼梯的 所以这里就是看 是不是走出下一波 对吧 我们就可以有第三个higher high了 因为这里其实前面来说的话 对吧 这里已经对称的有两个了 所以这里就是看能不能走出下一波 MACD这里也是续集了非常的久啊 所以周线呢 就是看能不能上去了 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蓝色的短周期的50周线呢 和长周期的200周线来说的话 这里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 对吧 也就是蓝色的线死插下去的话 这个对股市啊 股市的技术面走势非常的差 但是如果这里能守住往上的话 再次金插的话 那么就可以带动上行的这个趋势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出现在这一个点位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每一个蜡烛的走势呢 是一周的走势 所以技术面来说 这里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里有可能出现这一种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但是之前我有讨论嘛 特斯拉在走比较大级别的这一个三角的这种的一个走势 然后今天感觉就是在放量 看一下能不能从这一个wedge 这个追行开始往上走 另外一点呢 今天特斯拉分析 稍微的那个加读一点 用技术面的 平时我是看基本面比较多 但是说真话 那个基本面来说的话 早盘视频那一边呢 其实都已经点评过了 主要直接去影响股价的这一个基本面来说的话 Cybertruck Delivery Event 赞成的这个发布会离得近一点 另外对于FSD的发展呢 也是非常的看好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那个FSD是前两天的这个消息 今天就上去了高开高走 另外的一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感觉一个新的上行通道呢 在这个30分钟时间段呢 我们能是比较明显的是看到的 就是看一下是不是会挨着这一个隧道呢 往上去冲的 但是在这里呢 要注意到的就是 今天正好就是冲到了之前的这一个隧道形成的一个上方 所以明天来说的话 如果强一点的话 就有可能继续的持高 测试260这一边 能不能变成是一个支撑 在这一边 我觉得实体可能在上面的话 那么这一个往下走的话 大约275 258这一边呢 有可能给你一个回踩的点 如果走的偏弱的话 有可能就要测试 以前的这一根255左右的 这一个重要的支撑 转折的这个支撑的区域了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见的啊 这里在这个30分钟线呢 是有三个high high 下面呢 也是有两个啊 这一种往 把这个最低的位置呢 不断的往上去移的 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强的一个形态 所以如果就算明天是这样子下来的话 周五再次的拉上去的话 他还是在走上行趋势 走这一个上行隧道的 但是我觉得大周期来说 特斯拉呢 这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啊 一个位置啊 今天其实我们去看 电车板块的话 都涨的是挺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的自选单里面 Rivian是第一个领先的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Rivian啊 今天是那个盘中是拉高出货的 因为盘后我们可以看到 Rivian是大跌 7.77% 收盘的时候呢 就是在21.85 这个是在盘后啊 今天收盘的时候 还是在23.69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 Rivian呢 在盘后出了这个利空 啊 因为有两种的这一种的啊 我们会看到 这一个小型一些的 这个公司 需要去融资的时候 会去做的 一个呢 就是对吧 做这一种 直接发股票啊 增发 这个会吸食股权 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跌 另外的一种呢 就是这一种 Senior Commitable Notes啊 也就是转换 这个公司的这个债 但是呢 其实也是一种啊 变相的一种的增发 所以这个呢 也是对股价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会看到 股价在盘后呢 做出了这一种的 一个反应 所以其实Rivian 这一波来说的话 主要在走 这一个交付数据 后面来说的话 可能还有这个财报那边 可以再去 再去议期一下 特斯拉的是在10月18 但是Rivian呢 大家可以看到 离的是比较远啊 在那个 下一个应该是在 11月7号 在这一边感觉是哈 10月7号 8号附近 所以到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 Rivian财报的时候 会不会啊 再次的那个run up 但是今天盘后 这样子一跌 就基本上把今天啊 盘中的这个涨幅呢 全部都给跌回去了 如果我们去看 重要的那个支撑来说的话 啊 应该是在这里20附近的啊 20附近看一下 那个Rivian能不能守住 但是图形非常的不好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点像是一个双顶 在走这个结构 然后等到了11月份的时候 财报的时候呢 再看能不能再次的突破上去 所以啊 Rivian短期可能不是这么的有利 啊 然后就是看长线 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啊 今天除了Rivian和特斯拉在拉涨呢 其实Lucid呢 今天啊 勉强也是还不错的 啊 Lucid今天是涨了3.35% 但是今天整体股市来说的话 都涨得不错 像这个PLTR啊 啊 Roblox AMD这些呢 全部都是涨上去了 啊 我看到航空股呢 在这一边啊 因为啊 UAL啊 是给这一个 United Airlines 是给那个波音下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订单提前买 啊 省得就是后面又有供应链的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AAL也是上去了 美国航空这一边 啊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Post COVID之后呢 是有啊 很大的这一个旅游的这个需求的啊 但是航空股呢 又看到油价上去了 所以就有有这个疑问 因为这个就代表成本上去 不单成本上去 这一个物价来说的话 通胀也有影响 对于这一个啊 航空公司呢 也是非常纠结的 因为飞机票被通胀 也是会带上去的嘛 所以就是看这一种的变化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AAL呢 是涨得不错的 上去了 3.58% 啊 然后在OPEC会议结束之后呢 这个油价呢 也是啊 也是这一个下来啊 到了这个84.75左右的这个支撑的区域 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撑住 但是感觉石油这波是跌的是有点多的 暂时来说不是这么的乐观 我们如果现在去看大环境的话 啊 昨天在Darkpool也就是暗池这一边呢 这个数字越高呢 其实就代表对行情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Darkpool Index 这个指数越低的话 就是这些线都是在下面这一边的时候啊 啊 相对来说的话呢 就是比较是看空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个不确定性存在这个市场里面 昨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里呢 啊 收盘的时候之后呢 这通常是收盘两个小时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这里这边是上去的 今天就涨了 但是今天收盘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又下去了 所以就呃不是这么的明朗 明天可能因为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消息面去冲击来说的话 可能是比较震荡的一个走势 然后再去看那个周五飞龙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 但是希望这里大盘是起稳 然后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这一会儿起这一会儿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直在影响大盘的国债利率呢 这里是在走低的啊 非常有意有啊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的就是啊 我们知道通常我们是看三个月和十年国债利率有没有倒挂 或者就是看这一个最多人看的就是两年的国美债呢 是不是有跟十十年的美债利率去做了一个倒挂 我们可以看到倒挂来说的话 两年和十年呢就三十多点了啊 三十多个基准点没有这么多了 五点零三对这一个四点七 这两个之前是直接相差了一百基准点的啊 是比较多的 但是现在收到三十的话利率倒挂呢 就解除的是挺不错的啊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二十年的话 五点零五三的话 哎这个就比两年的五点零三三是多的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对吧 这一种的国债呢 是已经把这个倒挂呢 渐渐的去给解除掉了 但是来到这里我们看见问题又又还是存在的吗 因为今天来说的话对吧 今天这个剧本经济走坏的这个剧本的话 我们又看到这种短期的国债利率涨高 然后长期的国债利率呢 是走低的 所以感觉啊感觉就是看花街想怎么去解读了 好来到这里 为什么今天大盘在反弹的时候 很容易卸涨呢 对吧 这就大家会有这一个提问的 我们去看的时候 可以发现今天上去啊 其实这里啊 做了一个很大的吃完午饭之后啊 4254这里是直接往4232这边去走的 波动非常的大 一来是一位VIX恐慌指数 还是在相对来说呢 比较高的位置 另外的一边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30分钟线这里呢 没没太多的阻力啊 不像是之前的这一边呢 就是啊 在上行的时候啊 有比较多的一个阻力 现在还是比较少 但是渐渐的你可以看到散户这一边呢 是减少 就是看明天能不能有这个继续性 但是我想说的主要的理由 还是因为这个啊 市场呢 是处于极度恐慌的 通常在底部呢 大家会发现啊 投资者的关注率呢 偏低啊 偏低 然后同时是买了之后 看到一有涨啊 对吧 有些引力的 会比较谨慎 然后去套力 这就是为什么 往上去推的时候呢 啊 感觉就是容易 被打压 就是走的是这种坑坑洼洼的一种走势 而不是一路就是高飞 像特斯拉今天就是一路高歌 一直的在往上在飞 就感觉不想回头 走的是非常的强势 但是我们在技术面呢 也是能看到这一点的 毕竟50周线和200周线 要进行这个金差的话 特斯拉就是要走出一波 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哈 所以暂时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 补齐了4220这个缺口之后呢 这里确实对吧 在盘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 这个之前有点评过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停在4260附近呢 我们这个之前对吧 也是讨论过的 前面呢 这里是做出了一个以前的一个支撑的 但是后面跌破了嘛 一大根这一个 这个红柱子砸了砸了下来 但是后面呢 我们看到现在呢 又回到了这个支撑了 就是看能不能把以前的支撑 把这个压力位呢 给突破 然后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另外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如果我们利用我的这一套EMA的 这个隧道的这一套这个均线系统呢 我们去换成15分钟的时间段 因为大盘在往下走的时候呢 这一条彩带呢 是会变 均线呢 是会变成这一个EMA 均线呢 会变成压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 在这里呢 变成了压力 这里呢 是高开上去了 但是没有站稳 还是跌下去了 那么今天收盘在哪里呢 这整个好好的就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一个 这一个均线的组合的这里啊 所以明天如果能直接的冲上去 站稳 不要向这里再次的掉下去的话 那就有可能大盘再次的啊 再次的冲高 然后往上去走啊 这里就看能不能形成了 好 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Lucid 这里Swear今天有发一个 比较有趣的这个推文呢 Lucid呢 是有一个非常高端的这个版本 叫做Lucid Sapphire 非常漂亮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这里期价呢 总共是需要 大家想去买的话 期价是175万啊 算一下均价就知道 每一辆是多少钱了 这个还解释豪华的EV啊 相信呢 应该那个实际来说的话 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啊 这个亮点就来了 Lucid的花费呢 去建造他们呢 花了350万 卖出去呢 对吧 期价是175万 所以啊 这一本 这一笔账就是啊 不知道Lucid是怎么样去算 来到这里呢 在生产的方面呢 Lucid还是有需去啊 这个进一下 但是大家也知道的 Lucid背后呢 是强大的这个沙地 PIF的这个基金 所以后背后是有 比较大的一个主力在支持啊 然后平均Lucid是啊 赔多少钱去卖一辆车呢 这个之前大家应该也是 有看到过的 所以像这个Lucid和Rivian呢 还是在做这种startup 这种过程里面 把这个EV的这个生产线 给做上去呢 都是会有遇到这一些的 这一个困难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一提的 啊 这也就可以让我们 更加好的去体会 这个特斯拉能实现盈利化啊 真的是非常的难 非常的不容易 好 最后我们去点评一下啊 这一个PLTR啊 PLTR来说的话啊 我应该是之前有复盘过这一个的 复盘的时候讨论过啊 跟英国这一边 这个National Health Service 这个健康服务这一方面呢 是有一个合约 然后啊 五年的合约 然后有可能有两年续约的 一个可能性 然后这一个合约呢 这个价值是5.79亿左右 所以今天PLTR呢 又往上走了 这两天呢 都是对吧 我们看到PLTR涨上去呢 都是因为有这个新的合约 前面的一个应该是跟 这一个Military啊 在军工这一方面的 但是这一次呢 是在这个 这个健康上面的 所以看到PLTR的 这个业务啊 非常的广泛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 PLTR的这个技术面的话 应该还是在 武士军线附近 这里就是跟特斯拉 非常像的这一种的纠结啊 只是PLTR在这边 待了很久了 蓝色这一根 就是日线级别的 武士军线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直在这一边呢 做这一个挣扎的啊 压力 这里突破失败 突破失败 这里过去了 但是啊 那次我就讨论过了嘛 这里做了一个hanging man 上一线非常的长 两天呢 没有守住呢 就再次下来 但是今天又涨超过5%呢 又上去了 RSI在50这边也抬头了 就是看这次 有没有继续性 把MACD打开 进一步的往上突破 这里因为已经拉长了 越来越不像之前比较担心的 这一个肩膀头部肩膀的这种breakdown 因为他如果真的是要往下 继续进一步去啊 大幅度去跌的话 啊 我相信在这一边呢 对吧 这里没有跌破的话 啊 在这里呢 就有一定的可能性 看能不能继续上去 当然啊 我们去做交易的时候呢 还是要带好这一个交易规则的啊 准备好 那个如果进一步的往下 比如说突破跌破了这个13.9这一边 免得守住的话 还是要计时那个止损的 毕竟这里呢 是一二三四 四重非常大的一个支撑的区域 如果跌破的话 啊 这个PLTR呢 走的还真的啊 相对来说不是这么的好看 啊 在这个之前呢 我跟大家去讨论这个ASML的抄底的 因为其实ASML今天非常的亮 也直接往上了 这里感觉一来呢 MACD净差了 今天涨幅是啊 挺高的啊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里能不能看到这一个涨幅 应该是在那个超过3%左右的 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放量啊 因为那个ASML跟波音其实 对吧 有下降非常久的 其实交易量没有这么大 109万 今天交易量128万 但是涨幅度是比较大的 3.55左右 啊 这一边呢 关注率也是比较是低的 但是MACD净差了 RSI从30呢 也是开始反弹 现在在41左右 就是看52SI的反应 估计到了52SI呢 就是在这里600附近了 现在在590 如果这里能啊 这个突破的话 对吧 就可能去620缺口了 上面缺口的下方的是在640 然后上方是在660左右 啊 也就是200日经线 50经线在642 所以这里ASML呢 往上走 大家可以看到是从很高位跌下来的 所以感觉这里幅度还是挺OK的 另外来说呢 就是因为今天AMD涨的比英伟达多嘛 英伟达其实今天也有涨的 啊 但是英伟达就是纠结在50经线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PLTR 特斯拉啊 还有英伟达就是都是在蓝色的日线啊 50经线附近在纠结啊 也就是这个关键的52赛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来说一只股票啊 只要他不破自己的52赛来说的话 上面呢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的都是上行趋势 但是如果跌破了的时候啊 像这一段对不对 他就是下行趋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力呢 非常想把这个52赛给收回来 同时呢 也是把这个50均线给拿下来 所以就看一下英伟达能不能下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MACD是警察的了 所以MACDcheckmark 就是看这个均线和二赛赏不赏脸啊 可不可以就是直接的是让过去 好 最后今天点评一下这一个AMD AMD呢 这个我有讨论过的跟大家啊 这一根下行的趋势线非常的讨厌 这里有一个下行隧道的啊 下行隧道在进行中 如果AMD能直接的突破过去的话 就漂亮 52赛checkmark拿下来了 MACD呢 同时也警察了 只是它是在零轴之下的这一种警察 就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强 所以这一个在做的是下行隧道突破的一种的这个趋势 需要看到的是放量啊 如果大家看到交易量放量呢 然后同时把50均线突破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信号 对AMD来说 好 今天就先点评到这里了 下来观看 我们明天继续的更新